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就是大家的保險法律知識庫 大保法王Johnny 最近因為疫情降溫 但是因為國外新冠肺炎的疫情 仍然嚴峻 所以很多人都無法出國 因此紛紛的往山裡跑 登上百月的山頂 換上美妝拍攝網美照 那更是人生一大樂事 因此這一兩年 光玉山和雪山申請入山的人數 就比前幾年增加了50% 但也因為入山的人數增加 登山的意外事故 數量也隨之暴增 根據統計 2002年到2019年 每一年平均的登山意外事故 劍數是159件 但是光2020年就超過了300件 另外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的統計 光2020年登山求救的劍數 就超過了1800件 其中745件是迷路 302件是創傷 有200件是墜谷 歸咎這些意外事故的原因 跟行前準備不充分 以及經驗不足有關係 親近大自然原本是一件美事 但如果因為自身的經驗不夠 準備不足而導致發生意外事故 不只增加了社會成本 而且可能導致自己身體受傷失能 甚至是財產的損失 因此在準備出發 攀登百月之前 除了做好充分的準備之外呢 各家保險公司也都推出了登山綜合保險 法王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 登山綜合保險的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看登山綜合保險的保險事故 登山綜合保險 與一般的意外險和旅行平安險不同 一般的意外險和旅行平安險 只理賠因為意外事故 也就是外來、突發、不可預料 以及非疾病所造成的 體傷、死亡、失能、或者是醫療費用 但是登山綜合保險 除了理賠因為意外事故所產生的費用以外 舉凡登山所可能造成的特殊的狀況 例如因為光害所造成的腳膜發炎 熱經磊、凍傷、高山症、潛水膚病 等等所造成的體傷、死亡、失能 或者是因此而產生的醫療費用 都在登山綜合保險的理賠範圍裡面 登山綜合保險有三種承保的限制 第一個是年齡的限制 登山綜合保險承保的範圍非常的廣 從1歲到85歲都有承保 但是被保險如果是15歲以下死亡的話 保險公司不理賠死亡保險金 只理賠殘費用保險金 但是15歲以下的被保險如果失能的話 保險公司還是有理賠失能保險金 第二個是地理區域的限制 登山綜合保險只限於被保險前往台灣的高山登山 而發生保險事故 不包括國外的高山 第三個是承保天數的限制 登山綜合保險的承保天數不長 最長不超過30天 登山綜合保險其實由三個部分組成 第一個部分是登山死亡及失能保險 如果因為登山死亡 而被保險的年齡是在15歲到75歲中間 保險公司是給付全額的保險金 也就是200萬 如果被保險死亡的時候年齡是75歲到85歲 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金是減半的 也就是100萬 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被保險在15歲以下死亡 保險公司不給付任何死亡保險金 有些保險公司會給付 喪葬費用保險金 但是關於失能的部分 保險公司都是全額給付的 第二個部分是登山醫療費用保險金 如果登山因為死亡或發生的身體狀況 導致有醫療的需求 保險公司採取 實施實付的方式來理賠 也就是被保險人必須要檢據診斷證明 醫療費用的單據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申請理賠的上限是保險金額的10% 也就是如果保險金額是200萬 醫療費用的理賠上限就是20萬 第三個部分是登山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所謂緊急救援費用包括了三種費用 搜尋費用、救護費用 以及遺體運送費用 這類的保險 有些保險公司是採取跟前兩類搭配的方式 但是也有保險公司是讓被保險自由選擇 要不要加保的方式 那保險金額呢 從10萬到100萬都有 那到底要保多少呢? 法王給各位一個參考數字 如果說在登山的時候不幸受傷 而必須要請求直升機協助 輸入載運傷患的話 每一次黑音直升機出勤的 救護費用成本是在 新台幣19萬5千元 所以要保多少 就看每一位山友自己的需求了 登山享受大自然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希望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但是登山一定有風險 尤其山上的氣候和地貌是多變的 因此除了做足準備 向有經驗的人吸取知識之外 每天花個150元 投保登山綜合保險 讓自己多一層的保障 其實也是不錯的 你說是不是呢?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 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迷路 點起銀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